铁合金矿热炉是一种用于生产铁合金的设备 其内部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以上 因此选择适合的耐火材料 对于保证矿热炉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铁合金矿热炉用耐火材料的选择 一、耐火材料的分类 耐火材料按照其化学成分可以分为氧化物类、硅酸盐类、碳化物类等 其中氧化物类耐火材料具有高溶点、高强度、 耐腐蚀等优点 适用于高温高压环境 硅酸盐类耐火材料具有良好的抗热震性和耐磨性 适用于高温冲击环境 碳化物类耐火材料具有高硬度和高温稳定性 适用于高温磨损环境 二、耐火材料的性能要求 耐高温性能 铁合金矿热炉内部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以上 因此耐火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 能够承受高温下的物理和化学变化 抗热震性 矿热炉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频繁的温度变化和热冲击 因此耐火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抗热震性 能够承受温度变化和热冲击带来的硬力 耐磨性 矿热炉内部的物料流动会导致耐火材料受到磨损 因此耐火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耐磨性 能够承受长时间的磨损 耐腐蚀性 矿热炉内部的物料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会对耐火材料产生腐蚀作用 因此耐火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能够抵抗酸性物质的侵蚀 三 耐火材料的选择 炉糖内壁 炉糖内壁是矿热炉中温度最高的部位 因此需要选择具有高溶点 高强度 耐腐蚀的氧化物类耐火材料 常用的氧化物类耐火材料 有氧化铝 氧化钢 氧化镁等 炉糖底部 炉糖底部是矿热炉中温度较低的部位 但仍然需要选择具有良好耐高温性能 和抗热阵性的耐火材料 常用的耐火材料有氧化硅 氧化硅等 炉糖侧壁 炉糖侧壁是矿热炉中温度波动较大的部位 因此需要选择具有良好抗热阵性 和耐磨性的耐火材料 常用的耐火材料 有硅酸盐类耐火材料和氧化物类耐火材料 炉糖出口 炉糖出口是矿热炉中温度较低的部位 但仍然需要选择具有良好耐高温性能 和耐腐蚀性的耐火材料 常用的耐火材料有氧化铝 氧化钢等 四 耐火材料的施工和维护 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 需要注意保持耐火材料的干燥和清洁 避免杂质和水分对耐火材料的影响 同时需要采用适当的施工方法 如喷涂 气柱等 确保耐火材料的牢固性和密封性 维护在使用过程中 需要定期检查和维护矿热炉的耐火材料 及时发现和处理损坏和腐蚀问题 同时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如喷涂保护层 更换损坏的部件等 延长耐火材料的使用寿命 总之 铁合金矿热炉用耐火材料的选择 需要考虑其耐高温性能 抗热阵性 耐磨性和耐腐蚀性等因素 常用的耐火材料有氧化物类 硅酸盐类和碳化物类等 在施工和维护过程中 需要注意保持耐火材料的干燥和清洁 定期检查和维护矿热炉的耐火材料 延长其使用寿命 在铁合金生产中 矿热炉暴露部位的炉墙炉衬用粘土砖气柱 其保温和绝热作用的炉墙和炉底外层炉衬 或用于气柱铁水包内衬 碳砖主要用于气柱矿热炉 不暴露于空气部分炉墙 炉底和高炉封口以下部位的炉缸 即出铁流槽 由于炭砖导电系数大 使用炭砖炉衬 垫及易上台 可适当地减少炉墙炉砖的高度和炉底炭砖的厚度 高铝砖适用于气柱矿热炉出铁口衬砖 高炉炉深 炉缸 也可用于气柱铁水包内衬 美砖用于气柱电弧炉炉墙 炉底 中低碳蒙铁的铁水包内衬 用美铝砖或美格砖代替美砖气柱炉下 也经美砂的耐火温度很高 因而在铁台金生产中 美砂常用于打结炉底 制作或修补炉墙 炉底 并可作为独眼或制作打结定模用材料